這裡呢我們跟大家準備了這個 Ditto 我先問一下 這個是免安裝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點兩下就好 那執行了之後呢 會像我這邊一樣 在這裡 有沒有 會有一個這個 那預設它會縮到裡面去 會縮到這裡面來 你可以把它拉來外面 這樣待會再用會比較好用 好那這個軟體呢 都是中文的 所以你按右鍵 有沒有 都是中文的 唯一回去之後 各位需要做的就是把這個勾起來 也就是系統一打開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幫你收集你的 你的剪辭部的內容 那為什麼特別需要跟各位介紹這個東西 因為 我們現在網站都變得那麼簡單了 你有沒有發現 你常常要摳資料 摳資料你沒有覺得 我們在摳資料之後 Windows內建的剪辭部 有沒有 不負責任 永遠只記得最後一個 如果我這邊 我把這個 複製了 我再來這邊 複製了這張圖片的話 你應該知道結果會怎麼樣吧 是不是只剩下這張圖片 對不對 那我剛剛那段文字 你會怎麼做 我又來了 對不對 你要回去 那邊 然後再去複製一次 哪又那麼麻煩 你應該知道 我剛剛到現在 其實我已經複製很多了 有沒有發現我剛在的都還在 對不對 而且 不是現在還在 下次開機還會在 這樣有沒有比較聰明一點 嘿 像現在各位平常 你如果 那個 找東西 你應該都會用Google嘛 對吧 請問要找你家的東西 你要問誰 你自己電腦裡面的啊 問Google沒用嗎 因為Google管得叫天下事啊 哈哈 你家裡面的事 請來這裡 不好意思 你們自己家裡面的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剪碟布也是一種資料庫啊 為什麼不能搜尋 對不對 這樣不是比較 輕鬆愉快嗎 不然你老是在那邊 做重複的事情 所以 他也有搜尋的功能 然後另外呢 如果這張圖片 這個文字 你最近常常用 因為呢 預設我們 會記住幾次 應該大概140左右啦 或50次 請問你覺得他記住幾個比較好 你可以加一個零 也可以再加一個零 但是記太多 打開會比較大吧 所以 不用記太多 對不對 那你超過100個 他就慢慢 超過 100個就把它刪除 所以如果你有某些 比如說你可能在 寫報告 你可能在執行某些專案 我這個文字最近常用到 你可以叫他不要自動刪除 按右鍵 有沒有 有不自動刪除 因為呢 有信心的 表示比較重要 那我現在呢 如果在這邊 好把他複製起來 他就會被擠到下面去 對不對 可是他不會 被刪掉 那如果你覺得 這個文字 不只不要被刪掉 因為太常用到 希望他怎麼樣 放在最上面 永遠不要被人家擠下去 這樣也可以 這樣了解嗎 這樣子就比較 OK一點了 所以你找到了 我們就可以來這裡 以後 你應該知道 當你要 做這些 我看一下 Office Office 2013打開 好 2013打開 握著握著 好 點開 以後你要這個 應該知道怎麼做嗎 兜兜 有沒有進來了 以後你會兜兜的嗎 我要圖片 兜兜 還是你覺得要回去慢慢再找 比較有成就感 不用對不對 你看點他一下 都 有沒有都回來了 所以 真的很簡單 這樣 會不會覺得 人生過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省了很多時間 因為我們現在常常都是在做重複的事情 你知道嗎 所以你透過這個就OK了 那 另外還有什麼 東西會經過檢驗部 檔案會不會經過檢驗部 會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 摳 比如說你是要摳到兩個 隨身碟 很多人都會摳一次貼進去然後再去 摳一次貼進去 如果是不同檔案的話 但是真的不用那麼麻煩 如果你是這樣子 比如說你看 我是這個 我把Ctrl加C複製了 我現在來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叫Copy file 只要那個檔案還在那邊 你就一樣 切換到隨身解 咚咚 就好了 檔案就摳過去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啦 那順便介紹一下 如果你是這個文字或網址 比如說這個網址 我要跟別人分享 你 告訴他 展昇QR Code 這樣比較快 那就直接掃描了 有沒有 連QR Code功能都做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你現在會發現 我們的 介紹的 剛剛那些工具那麼簡單 你會發現 你要花比較多時間的資料在哪裡 是不是整理資料 對啊 所以你還是要有工具 能夠協助你 是不是就可以做得更愉快 OK 所以我們今天大致上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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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